参与疫苗评标的官员自杀舆论指向背后更高级官员 图曾担任长生生物中标百百破疫苗评标委员会五名委员之一的宋立志被报 试图通过注射超量胰岛素的方式自杀 吉林长春长生生物科技公司早前被揭发 有近25万之问题 问题疫苗全部被销往山东7月31日 有消息称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所所长宋立志 试图通过注射超量胰岛素的方式自杀 尚未脱离生命危险 根据大陆媒体的最新消息 目前正在山东省立医院ICU病房抢救的宋立志 已获得家属探视自长生生物的问题疫苗流入 后山东省疾控中心备受舆论指摘 而宋立志则为该批试问题 疫苗的评标委员会五名委员之一 由于时间上的巧合 令人不禁联想到他在这个时候自杀 与问题疫苗事件不无关系 甚至由于论称 宋立志自杀是在为背后更高级官员 背锅 据悉曾担任长生生物中标白白破疫 苗评标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朱建英 王源 张兰英 郭瑞晨 宋立志 五名委员给两家企业打出的分数都是94分以上宋立志 给长春长生及武汉生物的疫苗分别给了98.82及100都是五人里面的最高分 据查朱建英为济南市续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中心主任 张兰英为山东福瑞达医药集团副董事长 党委副书记 山东省药学科学院院长 郭瑞晨为药物监测中心主任 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 据了解郭瑞晨还曾于1991年5月至1993年9月作为国家教委公派访问学者赴瑞士博尔尼大学临床药理研究所进修 他并担任中国药理学会 全国药物临床试验机构管理组织副主任委员 中国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山东省药学会成务理事 山东省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山东药理学会药理与独理检验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大陆有民众感叹 从国外弄几十只真疫苗 被判七年造几十万只假疫苗罚酒三杯 卸钩者诸卸国者为诸侯 自古如此我不看好此事的后续处理 原因很简单 体制内牵涉的人太多 他们只会极力帮忙掩盖观察人事分析 此事引发的最坏后果是 大陆民众不再信任中国国产疫苗和医药产品对患者 尤其是孩子们来说这将是灾难性的 这不仅是一两个一起要起 具体管理部门的事情 而是整个国家信用体系面临的危机 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彻底解决问题 但更为重要的是对待这些间接杀人的官员 如果不痛下杀手以警校友 医药安全问题还会此起彼伏 刘强东趁本次假疫苗事件 比那些制造假爱迪 耐克的性质恶劣百倍 这些人不仅应该罚他个倾家荡产 更应该施以重刑 这些人不仅应该怎样 词应该让我归来 这些人吃了 你说这些人 禁键 没有不仅应该 medida是动手入制的 这些人不仅应该 blind人不仅应该 千万如来